Tips就是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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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蓝色的 最下面这个Division ID Tips Clars等于Tips 就是那个Help的讯息 使用者会看到的那个讯息 是本来最下面 最下面这个讯息呢 其实是一个 一个内容的阵列 那内容那个阵列呢 再变成一个 可以被呼叫的JavaScript的Function 你也可以看成 Focus或Blur的那个 那个Event Handler的那个函式 然后用这个Help Array的 阵列的那个参数 当做这个的参数 送进来 然后就把这个Help 那个讯息呢 呈现在这个Tips这边 所以这个 这个是最下面的那个部分 是说这个工作 那 Email当然也一样 Email啊 这个这些 那这边到了 Common的时候 就要输入Common Common的话 同样的也有一些Message 在这里 然后下面还有Submit跟Reset Submit跟Reset 这两个 OK 那 那 这也要看完 所以 所以基本上 这个程式 事实上就这个样子 那 这输入也没有任何效果 没有任何效果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后端程式 来处理它 这只是 只是 要使用者 你该输入什么东西了 你该输入这里 你该输入这里 那它Submit了以后 也没有 那如果说我Action里面有加一个后端程式的话呢 这边Action里面有加一个后端程式的话呢 输入了以后呢 后端程式就会 对它有反应了 好 那 那现在就看 Submit跟Reset Submit跟Reset就是我后端程式 我再加上一些了 这边再加上一些 Submit的时候呢 加上一个这个 Dialog 就是你OK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真的Submit 然后这个 如果你确定要Submit的话呢 那就按OK 这个 那再多加了这个 对这个Submit 我刚刚的Submit没有特别看 Submit在下面 那 那我们现在 现在针对这个Submit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Submit在 在这边的话就是 onFocus的话就是这个 on这个 那我Submit的 handle了 事实上是可以在这边 onFocus 就是我对 我对这个Submit 加上一些这个 要 要这个做的 confirm的这些动作 是在这边 就 如果是 不管是Submit 或是Reset 事实上它对Reset也加了一个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 你的是 Submit的话呢 就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ubmit? 那如果是 Reset的话呢 就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set? 就是在这边 在这边呢 就是Are you sure to submit? 或Are you sure to Reset? 多加一个Dialog 在这里 同样的 寸致出去 还是 还是没有 因为我们 我们这边 Action这里 没有东西给它了 就是我们在这里 Action这里没有 我们这unload的话 就做Register 把这个东西 它这边跟刚刚的程式不同 只有把这个Submit的 跟Reset的 这两个Event 把它Register Register做注册的动作 可是呢 真正处理那些 送出去以后 它只对Submit跟Reset 做注册 你真正把东西 送出去的那个 要处理那些内容 使用者输入的那些东西 送到后端 就来处理 没有 所以它不会真的送出去 OK 那这个是 这个 这些例子 这些例子有多少 还有更多的 可能 可能 不是那么容易看完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那 那 这些Event 如果大家看到课本上面 或是网络上面 或在W3Schools里面 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例子 产生很多的效果 动画的效果 还有各种 我们过去 这门课分成两门课 在上的时候 还会让同学做一个游戏 一个大炮的游戏 然后再加上一些 一些这个 像刚才Flash 什么 那 然后发觉同学 对游戏很有兴趣 可是对那个游戏的技术 大家都不太知道 所以游戏的东西 就越剪越少了 要游戏 然后就自己去看 游戏的Source 网络上一大堆 用这个 以后到H 现在就HML5 就加上加速度 做的这种动态游戏 也非常的多了 其实不用Flash 不用Flash 都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 但重要的还是 你要了解 它这些 动作的 至少 至少你要了解 这些东西 这些运作的 这个原理是什么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原理 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 可能最后一个 主要的topic 就Event Bubbling 我们刚才有介绍过这个东西 BubbleSort 大家都学过了 Event Bubbling 是什么呢 Event Bubbling 就是说 它整个这个动作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在浏览器里面 所有的元素 那些元素 它都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 树上面 就是那个 Done Tree上面的 一个元素 Tree 是Tree上面的 某一个位置 那每一个位置 它有定义 它会接受一些事件 某些事件发生了 它会做一些处置 或者背景颜色会变 或者它会做一些 甚至于 我们现在比较少做了 最早Dynamic HTML的时候 我们甚至于可以把 你发生一个事件的时候 你把这个 有时候你看到网络上 某些 某些网页上面 这些东西 上面跑来跑去 对 那跑来跑去 事实上不用 你不用画动画 就是你用 你用JavaScript来写就可以了 让这个元素 它现在呈现在这里 等一下呈现到左下角 然后再到右上角 或者让它设定一个时间 它绕着网页 什么跑都可以 所以这些内容 把它变成图片 你都在网页上面 怎么样处理它 都OK 你自己觉得 合理的这个做法 有很多例子 过去有很多 这叫Dynamic HTML 有非常多的例子 但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用程式来处理 可是另外一点 就是 它站在树里面的 某一个部分 它会处理某些事件 那这些事件 还会怎么样 还会 bubble up to the parent element 也就是它看到这些事件 它的parent parent node 我们说一个树 网页上面的一个树 它是树状 它有一层层级上去的 我这个 我这个 number list 下面有好几个item 好几个element 那我在element 你按我 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这事情做完以后 这个事件呢 还会pass到 它上面 上面那一层的 那个元素上面去 这叫bubble bubble up 就像是气泡一样的 你在最下层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你 你这个 呃 我在 我在进一个公司 我这个 我 我一进门 这个接贷 这样 前年去一 人力银行 那个接贷 就不太进入状况 这样讲不太好 可是最近 facebook上面就有写 有一个公司 他们那个门口的 那个接贷 就很进入状况 老板很进入状况 就你一进入这个 你一进入这个公司 电梯一打开 你跟谁约什么时间 那 那个 他马上 他们的走马灯 就告诉你 什么什么先生 或是甚至于欢迎你 什么什么什么先生来这里 然后呢 该来做什么事 通通知道 对不对 那 那 这个 这个 呃 就他后面 其实好几个城 门口接待 然后接下来 他可能 这个 接待 他有一个 第一层级的老板 然后真正在一个老板 最后 最后 最后一个大老板 在后面 好多层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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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处理完以后呢 这个 这个事件呢 他会往上层传上去 会往上层 后面传上去 这个叫 Bubble Up 就是这个事件 会往上层 那 那如果说你 不想让这个事件 传上去呢 不是什么东西都想要让我老板知道 对 或者是我老板也受不了 一个老板不想知道太多的事情 老板知道太多事情 其实是不好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美国以前 两个总统 两个比较老的总统 一个是卡特 一个是雷根 他们前后任 卡特 卡特是 连白宫的 那个 园丁要加薪 他都要经过他的 这个 批准 那个美国总统要管到 那个事情管太多了 那个 那个 处理 打扫园丁要加薪 他都要批准 那就是 他知道事情 什么事情都 都用到他手里 全世界 那这种人当老板会疯掉 那这都Bubble Up 那雷根是一个什么呢 雷根就是 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 他就很分成负责 可是有坏处 就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大概没有那个印象 刚刚我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有一次 去攻打 那 尼加拉瓜 对啊 尼加拉瓜 酷酷 尼加拉瓜国家 南美洲 那是一个宗校 是一个宗校 是他国家安全会里面的宗校 全部就是 总统谁都不知道 他自己拟定了一个计划 就去打了 就动员美心 就去干那个事情 那最后 最后才被新闻挖出来 哇 这一个宗校 可以发动一场战争 可以去 这个 但是他不会对外 就是这个 所以这就是 你那事情要不要 要不要往上Bubble 那个我们不去管 但你知道 这个世界 要不要一层一层的 往上Bubble 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在处理世界 是要处理的事情 对 我在外面干了坏事 我可能回家 不要让我爸妈知道 或者是 或者是有成绩单 或者是不要Bubble上去 有些是 好事 有些是Bubble上去 对 那这个 Anyway 那这些 所以这很大 所以你用Event Bubble的概念 那所以Event File 在一个Element 它First Delivered to the Event Event Handler 所以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有Event Handler 当然是我的Event Handler 我要处理 那我处理完以后 那我的Parent的Event Handler 它也会Pass过去处理 但如果有的话 它就会处理 那没有的话 也会Pass上去 有可能会Pass上去 所以这样的话 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不然你让 上面那几层的 这个Dome Tree 上面那几层的 负担太大了 所以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 所以它给你一个功能 叫你可以 Cancel 可以Cancel the Bubbling 所以Event 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去 所以它做任何处理的话 它就一直Bubble上去 那Bubble上去的话 当老板看到 乱七八糟的事情 什么小事都来找我 受不了 那这个 所以 你设计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 呃 元素 它要处理什么世界的时候 你同时要想到 你要不要让这个Event 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要不要往上 传达 那这个 这个是 不是一定的 要或者是不要 要看Case by Case 如果发生件大事情 你想把它Cover掉 那可能 可能不好 可能以后发生事件 层次还要再重改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元素 你要除 既然你要处理这个事件 你要对这个事件 你要特别 做特别的考量 所以你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特性 是在处理事件的这个 不只是这边的 所有的界面的 都有这种Event Bubbling的这个 要处理的 不管写什么程式 所以这个 大家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 那我们看看 在JavaScript里面 在网页 在Done里面做Event Bubbling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枯燥了 不过我们还是看一下 这个 就产生它的这个效果 这个网页 网页里面就有 两个功能 这个网页 unload的话 就registerEvent load的话 就是注册这些Event Event的话 这边 这边有 两行 两个paragraph 一个是 Bubbling Enable 一个是 Bubbling Disable 所以这两行 代表两个功能 一个 你按这一个的话 你在这里的话 就是 你click这里的话 就是 Enable这个 Bubbling 就是 就是这个 事件就会往上一层传 那如果说 你不 你按这里的话 这 Bubbling就不往上传 那这个 OK 我们看一看 下面它会产生什么效果 OK 那Bubbling 如果Bubbling 往上传的话呢 那这一个 我们对这一行 它可能有定义一个 这个Event Handler 所以 这个Event 它就是 跑出 Listware Bubble 这个 这个 这个Event 就会往上传了 如果 它在这一行 里面有定义一个 Event Handler 等一下我们看看 它程式怎么写了 所以这个Event 就往上传 那同时 因为往上传的话 上面那一层 这Document 它也定义了 Event Handler 所以那个Document 的那个Event Handler 的那个Handler 也会被执行 因为同样的 Event Enable 我自己 我是往上传了 那我 我Parent 那一个 我Parent那边 定义了Event Handler 它也 收到这个Event 它如果有处理的话 当然它也可以 它可以没有定义 再往上 最后 往上传来 最后当然 就是 Discard掉了 那 最后 浏览器不会帮你 处理这些Event 那最后传到 浏览器上面 把它Discard掉 那 OK 那如果说 你Click 下面这个 你要Disable 如果你Click Disable的话呢 那结果 发生了 这个事件会怎么样 这个 This will not bubble 这个Event Handler 就是说 它不会Bubble 不会Bubble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件 在它处理 这个Event Handler 处理完以后 就消失了 它不会往 在上一层的 文件那个传 OK 好 我们看看这程式 这要看看程式 才比较了解 这个程式有点 不啰嗦 但有点 有点 因为都是文字 所以它的逻辑 要能够 follow它 一开始的时候 就RegisterEvent 就注册 注册这个事件 注册事件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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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